天降吉祥 我心飞扬 现场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现场的12位BOSS朋友们 还有我们能力资源的专家朋友们 大家 现在好 我是来自中国骑城之乡 江西干州的何飞勇 大家可以叫我的小名飞扬 从业六年的时间 主持了上千场的活动 今天来到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可以寻求到一份 新媒体 短视频 娱乐主播 或者是老板助理 或者是老板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我在职场当中 最大的特点就是 自信 胆子大 能吃苦 独立 谢谢大家 主播和自己想法太远了 我觉得人生 有两条路 一条是自己要走的路 一条是自己想走的路 要走的路就是工作 想走的路是因为 只有把要走的路走好 才能去走自己想走的路 那你以前学的是轮机专业 这也差得有点远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头脑比较简单 就是像一般的高中生一样 就是看到 可以周游世界 海园 然后年薪十万 直接就暴命 我们下来 没错 他还有一个视频要放给我们看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什么事你做老脸 家里的母猪下载了 家里的母猪下载了 好好好 绝对你做得到 我太难了 还挺有趣的 有点小创意 你创的吗 你写的吗 对 点赞量在抖音上有 三四万的点赞量 你粉丝有多少 那个号粉丝三万多 点赞的话有十一万吧 你今天面试的是主播 还是这种短视频的 创作策划你也接受 短视频这一块的 总体的一个管理者吧 你要求薪资多少 两万 主播你做吗 也做 那你主播是内容直播 还是电商待货直播 我比较倾向于娱乐吧 那就是内容吧 对 是吧 做主播要求多少钱薪资呢 一万吧 其实今天的整个的费用 在台上的这个表现的话 我一直就是 特别不爽的一种状态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各位企业家 好像对他的感受都特别好 包括就是那个短视频 其实我也没有看出来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从内心当中 我就是不认同 我不知道为什么 段东 这是像一个 人力资源专家说出来的话 他今天有点任性 我觉得他今天看到 他这个粉丝的潜力比他大 肯定要采过一下 明显的羡慕嫉恨 不是羡慕嫉恨 我就不觉得说 三万粉丝能有三万个赞 然后的话能有连续两三条 我这个的话我拍不出来 老师 你在抖音的粉丝也不多 你从业这么多年 我的抖音是 我的抖音是不多 我只有三万一吗 过得呢 我觉得也没说错 你确实呢 有两个视频 是一个三万 一个四万的赞 但是呢 大部分的视频 都是二十六个赞 二十二个赞 三十六个赞 为什么前面的视频 他点赞量比较高呢 因为那些视频 都是年前拍摄的 而后面那些视频 刚好遇到了疫情期间 只是局限的 就是说后面手机啊 或者说那个内容 比较单一 好 菲勇 当库尔特老师说 他的粉丝 可能不如你的时候 你先不要得意忘形 那我觉得人 一定要坚持自己 当我说你有一些不足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攻击你 对吗 我还算是比较客气了 是吧 我自己的六十七万的赞 我也没有对你说 我都没有提 哎呀 这个恶心的 一天三四次夸吗 才第二次 我就喜欢你这样 一直夸自己的样子 刚才对他 我就说了你情商很低 但库尔特你今天呢 所有不喜欢他 你又说不出理由 不不不 因为我觉得从菲勇 下来开始 他的整个的表达的方式 和他给出的数据 和我看到他的视频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是说 这样的一些作品 他怎么样能够去有这样的 会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成绩 就假如说 那你看你现在拍的 也就是二十几个 或者一百多个站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到我们企业家这边来 那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他 去做到更好的一些曝光 和一些更好的一些受欢迎 好问题 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可以 在短时间 我可以帮助一位老板 可以在抖音上快速吸粉 你在抖音里面 寻求到一个大咖 你去占他的榜一 他帮你喊关注 喊到关注之后 然后老板开始 自己讲自己的 创业的成功之道 然后自己慢慢地 就可以把以前打赏的一些钱 可以慢慢地挣回来 然后再垂直到自己 公司所做的行业 再去拍短视频的 完整的短视频 其实我说实话 我觉得你这样讲呢 有点常规 其实你还是应该回到 你内容创作本身上 怎么样的内容去吸粉 但你其实你把你的这个 战场的点 又转移了一下方向 你明白吗 所以我反倒觉得 你这个回答是给你减分的 短视频的话 如果像前期玩得比较早的话 可能比较好的吸粉 但是近两年的话 因为抖音的话 它已经比较成熟了 它现在已经做成太商业化了 抖架 卖货 橱窗 所以说现在要去运营抖音 一定得花钱 一定得烧钱 我有的是钱 我就请个团队 专业团队帮我做 比你做得还好 其实在任何一件事上 一个平台 我们拿抖音举例子 它就是一个 如果把当成创业平台 你投入多少 回报多少 运营多少人 这个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的一个基础逻辑 对一个人 比如说今天我包装这个杨蓉 对他的定位 他吸引的粉丝的逻辑 他要哪一类粉丝 变现逻辑在哪 如果不清楚的话 即使站到同样垂类的 那个人的那个粉丝 把上去吸引过来的人 跟他未来交易到的 那个人群 可能也不是同样一类人 所以其实初衷设计 这件事比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库尔特对你有些反感 虽然我觉得这种反感 有点太极致 太过了 你啊 其实你对自己很有自信 但事实上除了主持那一块 是你长久做的 其他的你只是皮毛 但是你把它说的 好像你对于这个行业挺了解的 所以我建议你 从现在开始谦虚一点 知道的就知道 不知道的就不知道 然后呢 把自己优点展现出来 我建议你 走短视频的拍摄和文案策划 这是我的建议 你的选择 看你自己来选 来 第一轮选择 续后来 还有四盏子